这可怎么办呀 我妈的病啊 又重了 现在家里边 钱都花完了 能借的我都借了 现在可怎么办 对了 我姐 我姐出嫁了 她应该有钱 我那个姐夫 挣的挺多的 不行 我去我姐夫家看看 就问她借点钱去 能耐快坐 我跟你说个好事啊 什么好事 我前两年 她不是投资那个工地吗 赚了 赚了二十万呢 还给了一套房子呢 二十万 还给了一套房子 能耐 你真厉害啊 咱们 咱们马上就可以过着 好生活了 祝爷 不用再在这个老地方了 是啊 再说那个房子 现在也快装油好了 等过两天 咱们就搬过去 以后这个破家 也不要再回来了 走 咱们赶钱回去 行 走 姐 姐 姐夫 姐 这不是你那个 穷 穷弟弟吗 你咋来了 姐 咱妈病了 这次病得很严重 现在 家里的钱花完了 能借的我都借了 姐 能不能 借我点钱 给妈看病啊 你看 不是我说 弟弟 咱妈生病了 就让她病着呗 上年纪了 十年病很正常啊 让她在家躺两年 休息两年就好了 慌慌张张的 干什么呀 就是啊 你说说你 你不是一直都是个大小子吗 你 你这 你妈生病了 你找我们借什么钱啊 姐 这妈的年纪大了 身子一天 一天不如一天 现在 正躺在医院里 都不能动了 姐 就 借我点钱吧 咱妈真的是需要 这笔钱去治病啊 你借钱啊 借几块钱啊 要是多了 我这可没有啊 能给你两块 你看看行不行啊 姐夫 你说了什么话 我知道 咱们现在的工程啊 都是你包的 你现在 应该挣了不少钱吧 你看 这我妈 都躺在医院里 等着救 救命呢 你呀 就借我点钱吧 你都别再说风凉话了 是啊 我是赚了不少钱 这不 这又赚了二十万 但是 我不想借给你啊 那再说了 那是你妈 又不是我妈 她生你了 养你了 你应该 好好地 孝顺她 但是 你不能借我的钱啊 是不是 我的钱也不是大魂挂来的呀 姐 姐 姐夫有钱 你就跟姐夫说说 借 借我点 给妈治病啊 姐 借钱 你那要借多少钱啊 姐 这次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就够了 什么 五万块钱 你那可真是狮子大当狗啊 五万啊 其实啊 这也不多 但是啊 无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不知道 你能不能 完成 姐夫 你说 你说什么 我就答应你 嗯 这样吧 你在这 贵一天 我给你五万 并且 还不用还了 怎么样 够意思吧 姐夫 你这 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姐夫 你 怎么着啊 你愿意借还是不愿意借 要是不愿意借 就别在这站着了 哭哭啼啼的 就是啊 你不是一直想当这个孝子吗 我给你机会了 哼 你别不忠用啊 跪一下 五万 五万块钱呢 这五万块钱 我估计 你两年你打工也赚不到吧 哼 姐夫 我跪 我跪 那还等什么呢 跪一下呀 等着过年啊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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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不疼 我听得都疼 你看 弟弟 哎呀 但是我不能不帮你啊 你平时不是挺硬吗 啊 你不是挺硬汉的吗 现在看来 你也是转蛋一个 嘿嘿 哼 行了 好好在这跪着吧 我们呀 先出去吃好吃的去 看看你的诚意 开心了 自然会把钱借给你的 走 好好跪 干嘛 你来干嘛 那家鱼还好吃吧 挺好的 要 这是什么造型啊 挺别致啊 还在这跪着呢 累不累 你还得起来吧 这我看着都细腾 哎呀 看你看 我看你 那坚持多久 行了 别理他了 走 回家 看那没出意的样 行了 东东 拿钱借给他吧 我看看 你这细小心 到底有多大 行 看他这样 等着 我给你拿钱去 哎 好好在这跪着 哎 看到没 想要啊 哎 姐姐们 看 没出息的样 一 一身窝囊费 记得把钱一杯不少的还给我们 行 行 走 走 他 保重 解 解 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两天封城正紧 等过了两天 我再出去找点工作吧 要不然 拿什么过日的 饿死啊 行了 行了 开门 行了 这两天 这追债的也没过来 看能不能出去找点工作 现在只能这样了 走吧 找工作去 走吧 没 没 做了什么 里边啥都没有 走走走 进来 那个老板 我来应聘保安的 我来应聘保健员的 你们应聘保安和保健是吧 是 是你 怎么是你啊 怎么是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还有脸来这里 我们 这不是落魄了吗 过来应聘了 你看 弟弟 既然你是这家的老板 你看能不能给我一个主板的位置 是啊 弟弟 你看 咱们两个还是一家人呢 对啊 我们都在一家人 一家人 现在跟我说一家人了 你知道五年前 你怎么不让我当一家人呢 当初我去你们家借个钱 你们是怎么对我的 让我跪了一整天 你知道 那当初我又多恨你们吗 现在来给我当一家人来了 我告诉你 在你让我跪下的一刻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看 弟弟 当初让你跪下 那不是在考验你吗 是啊 弟弟 最后不也是把钱借给你了吗 是啊 你看 你看 我们还是 还是愿意帮助你的 把钱借给我 当初那是我求来的 你以为是真心好意借给我的吗 当初我在那儿跪了一整天 你们才给我这个钱 你以为一笔钱就能抵消 我对你们的仇份了吗 姐夫 你在我们家算上外人 这事啊 我先不说你 姐 这事咱俩要说道上道 当年我去你家借钱的时候 那还是咱亲妈生病了 你是怎么做的 你居然不管不顾的 然后让我跪下来 你才借给我钱 姐 这是你个当姐的 你应该做的吗 这是你个当女儿的 你应该做的吗 你想想 当初 你是怎么对我的 现在落魄了 没钱了 怎么了 来我这里 姐夫 你口气不小啊 还想当个主管 你又在吃吧 菜是什么 我们知道错了 当初我们不应该那样对你 你看 你说的也对 我虽然是个外人 但是你姐嫁给了我 那也是我妈呀 都是姐夫的不对 你就 你恨我 我也不说什么 但是你看 我们现在也落魄了 外面还欠了很多债 我们也 也是躲着无路呀 是啊 弟弟 当年 姐那儿做 实在是太过分了 行了 姐 姐夫 我告诉你们 当初的事啊 的确你们做的不对 我当初也的确 从你的借了钱 这钱 今天我还给你们 我这个一张卡 卡也有十万块钱 算我还你们的 里边要算是利器 拿着钱 走吧 弟弟 谢谢你 还可以帮你 姐这笔钱 以后工作了 一定会还给你的 是啊 弟弟 以后 我们肯定会 踏实的工作 把剩下的钱 会还给你的 行了 你们知道错了 你们都走吧 走吧 哎呀 姐啊 姐夫 这是 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了 你说 如果这次不给你们个教训 你们以后 还是会这样 这这样 还是你们自己还吧 希望经过这件事之后啊 你们自己有色改变 到时候啊 你们再来我公司上班 那样 我还会放心一点 哎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